武俠小說和武俠劇曾經陪伴不少人成長 現在年輕一代看武俠小說的人不多 寫武俠小說的更加是少之有少 我們訪問了兩個對武俠小說不離不棄的人 12歲的Aidan兩年前在金融迷的爸爸引渡下 迷上武俠小說 他可以全日輸不離手 沉迷在武俠世界 聽不到別人 突然叫我 還有我完全不吃東西 不去廁所 去餐廳吃飯 會在書架上拿書來看 Aidan說再次回看這些小說 吸引他的不再是武功招式 而是故事中的人性哲理 那些貪真痴的執念 還有那些怎樣化解的人性哲理 讓個人很偏激 和他很反叛 很不合群 所以如果現代社會 就會說他缺乏溝通精神 對 十九歲的Florence 小學四年級已經把金融十五部小說 全部看完 他從中四開始 五年寫了近三十萬字武俠小說 已經接近完成 他說多數武俠小說都是用歷史做框架 所以要加深自己的歷史素養 那我又可以借那些歷史人物 可能他未必是主角 但用他們來去營造整個大環境 可以令看下去會更加偷入 他更加找來擔任過多部武俠編劇的沈西成 為他新構思的武俠小說給意見 小小跟上也好過不決定跟上 沈西成說很少見到好像Florence一樣 寫武俠小說的年輕人 他認為現在的教育課程 不太著重文學和歷史 令年輕一代很少接觸到古典文學或小說 古典文化根本不重視 但古典文化是寶 中國的文化博大精神 古典文化是不可以的 彈,你們自己放棄有甚麼好話說 有人說金融之後再無江湖 武俠小說很難回到昔日的光輝年代 但Florence仍然會追尋她的武林江湖夢 每個人看武俠小說的時候都會發夢 有一個人如何在一個環境下 展現出自己的合意情懷 而達到一種廣濟天下的精神 無線電視機者,廖天站舞蹈